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南門市場二樓的和歡刀削麵館 因為我原本今天是要拍一個雞蛋糕 那因為他賣完了沒辦法拍 那就順道到這邊用餐喔 然後拍下他們的刀削麵 跟上次一樣喔 然後生意非常的好 這是平常日喔 不曉得要不要排到半小時 那就排排看好了 那雖然這邊是菜市場二樓的美食街 但是就是 目前就這一攤是最夯的喔 那看來隨著時間的經過 他的菜單有點微調 記得之前是一百塊 現在變一百億喔 那這個角度照到的菜單就是 這幾項品項 酸梅湯應該沒有吧 那就先圓圓的照一下 就是煮好一大鍋料頭 然後澆在這個刀削麵上面 他們的番茄牛肉刀削麵蠻好吃的 我記得 那剛剛排隊到現在已經排了20分鐘 要直接放在裡面嗎 麵條直接放在裡面嗎 麵條直接放在裡面嗎 麵條 分開放 然後蠟絲放在湯裡面 給你加下 蠟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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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有得過這個 2015年 天下第一盤小事類的 獎狀 還有這個台北市市長的合照 好 那這個 上次看到這個老人家還 還很健康這樣 請問酸菜的有嗎 酸菜刀削 你有點我才會有煮 喔OK 你點我才煮 喔好 所以你要點幾碗 阿一碗 好 要很久嗎 還是 就是你點我才有煮阿 喔好好好 那我先 因為他部分都是 番茄阿 喔這樣 兩碗番茄 他就沒不要 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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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茶 兩碗菜 兩碗飯結嗎 不好意思 謝謝你 前面還有手擺菜的嗎 一碗 出貨菜 有幾份 你要一份的 妹妹你要有那個味道 沒有 你好久沒有來喔 好,就一個森白菜嘛 那你來旁邊跟我 喔,你給我拖拖跑地喔 森白菜等一下那邊 拿出來我就煮 ok 好,那這樣不錯,就是現點現煮 那一定好吃的喔 好,那現在時間是 6點48,有點ㄍㄧㄥ 原本還想要拍菜市場的,下一次囉 好,今天就只能吃刀削麵 好,那後面這邊就是這個麵團,然後刀削,然後再配料這樣子 就這樣 湯頭煮滾 再下,下牛肉片吧 好,就跟我說的一樣,要保持那個牛肉的鮮嫩 好,應該也是蠻好吃的 其實東西只要是現煮的齁 一定很好吃 好,再煮滾一次應該就好了 好,有肚子 好,然後這邊有辣椒喔,都先加了齁 這西瓜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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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好,那這次吃的就是酸白菜牛肉刀削麵 從開始等到現在等了30分鐘 那現在就要吃了 那我辣已經加好了 今天吃起來會有一個比較感的氣氛 剩10分鐘就7點 那牛肉片就是很軟嫩的感覺 好不錯 牛肉很好吃,然後酸菜很夠味 就是一個這個很外省式的味道 好吃 好吃 因為它這個牛肉比較 比較瘦 其實要現煮的比較好吃 稍微有點乾澀的感覺 如果帶點油花會更好 請問你這是酸白菜牛肉的問題 好不錯喔 那個拍到一半有人問我問題 好 好吃是好吃啦 但是因為我剛剛講到這個牛肉稍微有點乾澀 所以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好 就是牛肉稍微乾澀一點 其他都不錯 都不錯 湯頭也不錯 好 刀削麵很好吃 被人家問一下 感覺好像這個鏡頭位置都跑掉了 那總之這個牛肉跟酸菜味道都不錯 除了這個牛肉稍微乾澀一點 其他都不錯 這個是不虧有得過 好像是牛肉麵節的這個店家 酸菜蠻夠味道的 我蠻喜歡的 那酸菜就是那個很標準外省式酸菜的味道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就是有那種自然發酵的味道 好吃 酸菜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不曉得那個愛吃酸菜的朋友 你喜不喜歡這樣的酸菜 外省式酸菜 蠻好吃的 很開胃 然後我加的辣的程度 大概等於是小辣 然後麵條就蠻有Q勁的 好吃 雖然它煮了一會兒 但是還蠻Q彈的 不錯 嗯嗯嗯 嗯嗯 刀削麵就是應該要這樣子 稍微有帶點Q勁 才好吃 嗯 好吃 分量也蠻足的 我這樣吃一碗就吃得飽了 110算是 算平價 因為是菜市場的美食街 所以背景會比較吵 好吃 我今天這樣吃就是很平價 才110 只是花很多時間在那邊一直等待 110這樣子很大一碗 算蠻便宜的 湯頭味道也不錯 就是那個很自然的發酵蒜菜味 很棒 大小就差不多一個大碗公的量 應該讓我飽到第二天早上沒問題 那剩下就是還有很多麵 那我趕時間就不拍了 就直接吃了 那裡面還有這個蛋 喔 現煮的蛋 然後味道不錯 其實這個蛋喔 跟這個牛肉還蠻配的 蠻好吃的 就是一個這個很傳統風的味道 好 好吃 然後分數評過了90分了 就等各位自己來親自吃吃看 蠻不錯的 好 那排隊就是排到一個天荒地老的感覺 好那有時間再拍其他的 其他的賣的 其他賣吃的專櫃好了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怪 掰掰